今日的ET股股推介是海峰国际1308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组减选原因是 后市会继续关注内地政策动向 预期大市持续震荡 策略上看好具基本因素支持的航运股 可以跑赢大市 运费上升股份看好海峰国际 海峰国际上个月发行起 预料上半年的纯利介乎4.4万 到4.8万美元 是中期业绩的新高 按年升大约2.7倍 指望下半年 防疫疫情下防疫措施持续 港口挤涌堵塞 集装商供应紧张的问题 短期内较难缓解 加上下半年是传统旺季 市场预期集装商的运格 有望维持高位 走势上海峰今年来 沿上升贵反复走高 今个星期随大市短暂调整之后 昨天股价基本收服失地 下半年运费有望维持高位之下 后市预料是继续沉顶的 策略上有货者可以继续持有 没有货的话 可以留意31元附近的收集机会 目标先替36元 跌穿29元减车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